西烟的危害 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认为西烟是件很酷的事 或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 其实西烟等于是慢性自杀 同时也危害到身边的亲人朋友 因此烟是极其危险的毒品 它会不知不觉地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 这种毒品在社会上还很受欢迎 甚至还得到了财团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并且还广泛地生产销售 这很容易让人疑惑 烟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过经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调查 得到的结论是 吸烟的危害很大 吸烟者的死亡率比非吸烟者高 专家们还证实了 吸烟会严重危害到自己及他人的健康 因为香烟里含有很多种有害物质 会危害到人们的健康 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例如肺病、癌症等 尤其是对皮肤的危害甚大 人会显得异常衰老 而且还会被旁人所厌恶 经常吸烟的人 除了经世被疾病缠身外 往生后还会因内心混浊 而堕入被称为大嚎叫的地狱 在第五层大地狱里 专门接收喜欢喝酒、吸烟和吸毒的人 赤诚地狱众生的寿命 长达八千年之久 大地狱的一天一夜 相当于人间的二十三亿四百万年 那么大地狱的八千年 就等于人间的十八兆四千三百二十亿里 这层大地狱里的众生 会被狱卒用各种方式来折磨 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坑里 又如在烟灰缸里一样 之后就有身形高大的民官 点燃香烟来抽 在抽完烟后 民官就会拿着烟 压集在大坑里的地狱众生 使地狱众生在坑里痛苦致死 然后民官就会吐出毒烟雾 喷向那些在坑里的地狱众生 地狱众生遇到毒烟雾后 全身感到痛苦不堪 最后就慢慢融化而始 死后再复生 就这样无数次的循环 而另一些地狱众生 则堕入在更大的坑里 那里非常炎热 之后身形高大的民官 就会来到坑旁 一只手抓地狱众生上来 紧握在手中 而另一只手 则拿起热铁 再将地狱众生 放在热铁上 之后用热铁包住众生 两手不断地旋转 地狱众生就被卷在里面 就如香烟中的烟草 然后民官开始点燃香烟 痛快地抽起来 之后吐出毒烟雾 喷向坑里的地狱众生 当地狱众生遇到毒烟雾 全身会痛苦不堪 最后慢慢融化而死 不断生死轮转 无法计算 这都是抽烟所导致的恶果 还有另一种折磨方法是 当众生 堕落在第五层大地狱后 都想试图逃跑 但无论跑到哪里 都会遇到烟幕墙 阻碍前进的方向 直到烟幕墙 包围住地狱众生 在里面一直被毒烟雾熏着 之后还会有烟雨 如冰包般地落下来 穿透众生的身体直至死亡 就这样受到非常痛苦的折磨 死后又生 如此无数次地重复着 这些还只是此乘大地狱 较轻微的折磨方式而已 其实还有许多折磨方式 我们不难发现 在第五层大地狱受苦的时间 要比犯第一到第四条界的人 还要长很多 那是因为人类的身体 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要用来行善 修功德布罗密的 所以当身体染上毒品时 会严重地危害健康 这就相当于切断了 修布罗密的机会 缩短自己的寿命 因此谁还有烟瘾的 就应该立即戒烟 或是还没有吸过烟的 就千万不要去尝试 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如此才能修功德布罗密的 更长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